桃園機場睽違了6年 將從20號開始 要恢復航站北路的全線通車了 目前民眾從國道2號機場端 維持由航站南路往第1、2航下 民眾在離開機場的時候 則是可以行駛新開通的航站北路 恢復以往的南境北柱的動線 藉此來提升交通品質 工人忙進忙出 趕進度 桃園機場第三航下的工程持續推進 不過也因為施工封閉道路 民眾開車繞進機場的方向 已經維持了6年多 桃園機為了兼顧三航下營運和建設順利 航站北路從20號開始恢復通車 回歸過去南境北出的行車動線 加強分流 進機場時可以看到三條路線 分別是第一航下 二航接機和二航送機 往來一航下的行車動線維持不便 而二航下接機車輛從一樓接機大廳離開時 可循著指標到航站北路 前往國道1號 2號或3號 以及省道台四線 另外二航下送機車輛從三樓抱到大廳車道離開後 則須線繞行第四停車場一圈 再從航站北路切換到其他道路 目前大概我們再切換到這邊航站北路 對旅客的一個出國或回國的一個路線 事實上是比以前是更順暢 陶基表示去年機場運量明顯復蘇 旅運恢復至疫情前的73% 這回航站北路恢復通車 預計可以疏解尖峰時段的車輛塞車狀況 這也是第三航下新建工程的一大里程碑 記者林朱強同仁報導 及其他動機車輛 並且設備